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讲讲NMAP的常用扫描技巧 我们在这里所谓的常用扫描技巧 也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些参数设置 对目标实现不同功能的这样的一些扫描 我们首先看第一点 扫描单一目标主机 我们可以使用NMAP加上一定的参数 或者我们使用不加参数默认的这种扫描方式 我们也直接跟上一个目标主机的一个地址或者一个域名 NMAP是默认发送了一个IRP的PIN包 扫描一到一万范围内的开放端口 我们在这里不再演示 第二扫描整个子网 我们打开一个NMAP的命令行界面 比如我们只使用一个PIN扫描 后面跟上我们需要扫描的网段地址 稍等片刻 NMAP已经输出了这样的一个扫描结果 由于我们没有扫描 其他的一些端口的状态和服务的状态 我们只使用了简单的PIN扫描 我们可以看到192.168.0.1 这样的一个地址主机是正在运行的 0.20也是一个正在运行的 它使用了一个HiFlying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电子控制器 那么0.21是一个疑似三星这样的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 这样的一台设备 0.23是一个苹果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移动设备 0.24是使用了一个VMware虚拟机开启的这样的一台主机的一个状况 那么0.22也可以测试出来 主机是打开状态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一个其他详尽的一个探测呢 品牌探测呢 是因为0.22是我们的一个本机 那么NMAP是默认允许对本机做一些扫描的 大家看这个总的结果256个IP地址扫描 扫描出来6个这样的一个存活主机 使用的时间为6.5秒 那么第三扫描多个目标 我们可以在NMAP后面加上参数 直接跟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IP地址或者是域名 这样的一些目标 我们可以加很多个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了一个多个目标扫描的这样的一个参数设置 第四扫描一个范围内的目标 不需要扫描一个指定的子网 而只是要扫描其中一些一定范围内的IP地址 我们就可以在后面指定这样的一个IP地址范围 比如0.1-200 我们就会扫描192.168.0.1 这样的一个地址开始到192.168.0.200 这样一个地址为结束 我们会扫描这200个IP地址的一个情况 第五导入IP列表进行一个扫描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讲过 在这里不再多说 第六列举目标地址但不进行扫描 我们使用这个小写S大写L这样的一个参数 跟上一个子网 在这里Nmap会列举出来这个子网的所有IP地址 但并不会对这些地址进行任何的扫描过程 我们下一个拍出某些IP进行一个扫描 是-exclude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之前的课程之中也已经讲过了 第八扫描特定主机的特定端口 也就是-p这样的一个参数功能 我们可以在后面使用逗号分割开 添加不同的我们指定的要扫描的一些端口号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比如50-900这样的一个端口范围 对这样的一个参数进行一个设置 第九简单扫描详细输出返回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加上-2个小V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会把我们的扫描结果 以一个比较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展现出来 那么下面-trace-through的 这个我们之前的课程已经讲过 是录用跟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参数 拼扫描不扫描端口 那么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大家使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 使用这个参数去进行扫描的时候 是需要向操作系统提供一个root的一个权限 下一个操作系统类型的探测-o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万能开关-a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a是包含了1-1万端口的拼扫描 操作系统扫描 脚本扫描 以及路由跟踪 服务探测 这几个功能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比较常用 而且扫描的信息也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在以后实际的运营过程之中 会经常用到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混合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扫描 我们使用NMAP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 使用多个命令 去混合的实现一些功能 比如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详细输出 指定了一个1-1000的这样的一个扫描端口目标 需要识别目标的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指定了扫描的目标为这样的一个子网范围 同时排除了这样的一个192 168.0.1这样的一个地址的主级的一个扫描 这个也就是我们使用NMAP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多参数组合扫描 再往下 如果我们需要使用TCPS1N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扫描 可以使用-小写S大写S这样的一个功能参数 扫描UDP服务端口 可以使用-小写的S大写的U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是打开我们的终端 NMAP-ST 192 168.0.1 这样的一个扫描 我们稍等一下 好的 经过短暂时间的等待 我们的系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S大写的T的这样一个TCP连接扫描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扫描出来了两个端口 这个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小写的S大写的U 我们扫描UDP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看看我们这个192 168.0.1这样的一个目标主机上面有没有运行一些UDP的一个服务 稍作等待 几秒钟的等待之后 大家看这个扫描到了一个UDP的服务 是一个路由的功能 那我们在扫描这个520这样的一个端口的时候 状态是关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也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在扫描一个未知的目标主机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开启了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我们就需要使用多种参数不断的重复尝试对目标进行一个扫描的一个测试 那么接下来我们由于在扫描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安全过滤机制比如IDS IPS系统 由于这些系统的存在 防火墙可能会阻止掉一些SIN的这种数据包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送设置了一个FIN标志的一个数据包 我们不需要完成一个TCP这样的一个握手过程 也不会在目标产生一些扫描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或者说日志 那么这个参数我们就需要使用NMAP-S大写F去完成 第19个服务版本的探测-S大写的V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之中已经说到了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图形界面版本的对应使用 为什么说是对应使用 也就是说图形版本的这样的一个NMAP-S 也可以实现我们在命令行中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 实现了一些扫描的一个功能 我们打开一个图形版本的这样的一个NMAP-S 好的我们在这里把软件的界面拉大一些 大家看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扫描目标 那么在这里默认的这个命令是-T4-A-V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设置的默认时间级数是T4 是一种扫描速度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级数 -A我们在刚才介绍了一下它包含了哪些扫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V也就是我们对应的命令行中-V这样的一个详细输出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些预制的这样的一个扫描配置 可以大家看实现一些不同的有针对性的一些扫描功能 比如使用的这样一个UDP或者说是扫描TCP 我们不拼它直接的去扫描 只单独的拼它进行扫描等等 我们在这里可以过滤一些主机 可以进行一个结果的一个对比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配置一下我们的扫描 你要看在这里 配置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配置的文件名称 扫描我们在这里可以详细的一个设置TCP的或者说是不包含TCP的这样的一个扫描 它的时间模板 我们看可以在我们之间课程中已经说到了0到5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否使用操作系统检测 也就是是否使用这个杠大写的O 是否进行版本探测 也就是杠SV这样的等等 很多参数 我们可以在这里很图形化的去对它进行一个选择 甚至我们需要调用的脚本是哪一个 我们需要扫描的目标 有没有一些例外 有一些排除 一些语言 我们是否需要隐藏自己的一个IP等等 在设置完这些详细的一个选项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样的一个扫描 对我们的扫描目标进行一个正式的扫描工作 在这个空白窗口处我们会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扫描结果 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去查看你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些扫描结果的一些问题 好的 给大家布置一点客户作业 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尝试使用不同的参数组合 进行一些复杂功能的扫描 希望大家在课后自己练习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